发脏必求 未度生死 受求智慧 以慧照顾 内心勤尽 容绝尘劳 这个我们要知道 我们应该学习 发脏 受求智慧 智慧从哪里来 清净 平等于心当中来的 清净是定 平等是大定 觉就是智慧 定生会 凡夫的心 不定 妄念堵 杂念堵 所以他生烦恼 生忘念 生杂念 生善念 生悟念 总而言之 他要生念堂 大臣教计的 只要是念堂 统统教忘念 在静宗 只有这一念 阿弥陀佛 这是真念 除这一念之外 全是忘念 定从哪里来 定从戒来 所以 把戒丢掉之后 是家父 不是真 念佛能不能往生 如果能往生 是靠他 过去胜中 像跟佛的应用 那这一生没直接 靠过去 灵命宗使 那个时候的一念 是真心 真心 知足 界定会 忘心 没有 念佛的人多啊 往生的人少啊 什么原因 我们就都明白了 这些离 死 因苦 不搞清楚 不搞明白 对我们往生 产生障碍 人在灵命宗 那个时候 教中所说 不是讲话 累积的冤情 在主 都上来了 这个时候 欠命的 来讨命 欠债的来讨钱 没有一个 肯饶你 这个时候 怎么办 如果你有愿 得到真正有道性的人 帮助你 做你 有界定会的这些人 冤情的大部分 都愿意 跟你化解 这些暗云 让你去往生 这个云 不容易找到 如果没这个云 绝大多数 都不能往生 这是我们不能 不知道的 明白这些道理 不想再搞轮回了 就应当放下 不放下 那就是我很欢喜 再搞六道轮回 我学佛 只舍得人间佛教就扣了 不想穿越轮回 就可以 真正知道轮回 真正知道轮回苦 不想再搞轮回 一行到极乐世界 亲经阿弥陀佛 那你不放下 那不叫骗人吗 这不是骗人 骗阿弥陀佛 骗人没关系 骗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不来接应 你去不沉 特别你在这个地方 极乐世界在哪里 你找不到我 西方那是一个方法 是教你定心的方法 指一个方向 你把心定在那里 是这个意思 西方在哪里 方方都是西方 没有一处 不是西方 当处即是吗 连中逢禅思 在信念佛事里面都说 在信念佛事里面都说 此方即是净土 净土即是此方 我心 我心即是弥陀 弥陀即是我心 他没讲错 沉重的大德 他学报到哪里去了 肯定到 净土即是弥陀世界去了 为什么 信念法事 读了很多人 帮助很多人 往神 净露世界 他能不去吗 所以我们 学这个经 学到这个地方 就应当 时时刻刻 警觉自己 提醒自己 不能犯这个过错 就能不去 探索 明 ank 小语 dang 语